面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主食 汤底面,意大利面是经常吃都不会感到厌倦的面条 但是由于大部分的面条是由白面粉所制成 而白面粉又属于精致淀粉 所以会容易导致血糖飙升 不过堂友们又不必太失望 因为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 想知道哪一种面条更健康更适合你吗 它是身体获取能量的来源 可以帮助身体维持正常操作 包括调节血糖,控制胆固醇 让我们有能力去完成运动等等 在今天的影片 我将会分享三种糖尿病的健康面条推荐 喜欢吃面条的堂友一定要留意一下这些面条 第一,荞麦面 第一种要推荐给糖尤的健康面条就是荞麦面 正宗的荞麦面会有比较低的升糖指数 此外,荞麦面也有助于减肥或控制体重 它比一般的面条含有更低的碳水,脂肪和热量 同时也含有高蛋白 每一杯煮熟的荞麦面含有24克碳水 0.1克脂肪113大卡卡路里 以及6克蛋白蛋白质含量相当于一粒大蛋 所以导致荞麦面有延缓饥饿和控制体重的作用 第二,意大利西面 其实各种研究显示意大利面是非常健康的面条 一项刊登于Frontiers in Nutrition的研究表明 意大利面可以改善腰围和体重 来自BMJ的研究也显示意大利面对心脏有潜在的益处 所以糖友们根本没有必要去回避意大利面 意大利面是以谷污制成的面条 谷污含有纤维、蛋白、矿物质、维他命和复合式碳水 这些成分可以降低患慢性病的风险 谷污的有益成分也可以减慢意大利面在体内的分解速度 从而帮助血糖保持平稳的状态 它可以确保身体维持正常操作 所以意大利细面也是非常值得考虑的健康面条 第三宽调面 第三种要推荐给糖友的健康面条就是宽调面 宽调面也是一种很健康的面条它 含有低碳水、低热量和低升糖 每100克宽调面只含有14克碳水 99大卡卡路里 升糖指数只有47 所以导致宽调面非常适合糖尿病的朋友 此外宽调面也富含维他命D3 也就是一种可以改善血脂水平的维他命 它有助于降低我们体内坏的胆固醇LDL 以及提高体内好的胆固醇HDL 从而避免内脏脂肪的形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